一个老师的同意 我可以公开教 我能教的就教 不能教的呢 等以后的音缘再说 所以底下呢 请专心听 一 唯心念佛的你要一样 要先训练你的心 要清楚而不散乱 就是 Your mind is not lost or not messy 待会所以我们要念这一段之前 也是要先坐下来 先看自己的念头一分钟 第二个 身性动号 自信当下就是佛 这个什么佛呢 就是弥陀 自信弥陀 Strongly believe that Your pleasant mind is indeed a Buddha Also meaning as the Natural of your own Amitabha 每一个人都有自信弥陀 观无量寿佛经也讲 是心是佛 你是心是作佛 但它只有理论啊 没有教你怎么去做 所以这是净土宗呢 很可惜的一个地方 古代呢 有很多人修 但是呢 流传下来的很少 所以乃至于 我参学的善知识 真正你问他 怎么念佛 就说一句念阿弥陀佛 一直念念念念念下去啊 怎么念 他也不知道 所以 所以 唯心念佛 你要先知道 我现在在讲堂 佛教青年 佛教新加坡 佛教青年红法团 这个讲堂 就是极乐世界 你要相信 极乐世界讲 十万亿佛国土 那是方便说 真正呢 极乐世界 就在你的心 就在你面前 可是你很难相信 你会说 师父我看到的 就是这样啊 不 就是你因为 生生世世执着 这个就是地板 你就看不到 黄金为地 七宝的莲花 所以它要先 你从你的心 去转变 等于说 唯心念佛 像一把钥匙 打开你的心 前面记不记得 观想念佛 我教你 你念佛的观想 你的心间 有一尊阿弥陀佛 三百六十度 放光 对不对 这个就是 唯心念佛的方法 你要相信 你真的有佛 不然 你怎么会 想来听经 你现在的这个心 为什么会听得懂 你现在为什么会 听得法喜充满 其实你听得懂 那个心啊 就是佛性 只是啊 你的心太散乱了 你无法确定 也看得到 所以 它只好用 下面的方法 来教你 所以你要先相信 我现在 待会念佛 我的心 就是阿弥陀佛 不要怕 但注意听哦 你可以抄 但是不要讲话 专心听 因为这段 真的很重要 待会我们就要 结束法会 但是呢 这个只是在 用在你观想的地方 对不起 不要切换 还是请 换灯片 因为有很多人在抄 但是呢 这个只在 用在观想的时候 你是阿弥陀佛 不要出了门呢 明天打电话 嘿 你是谁啊 我是阿弥陀佛耶 不是 你还不是阿弥陀佛 我说你有 自信弥陀 你本来有 无量光 跟无量寿的功德 那个是用在 你禅修的时候 你可以相信 自己就是佛 不要害怕 也不会着魔 放心 师父在这里 这里是佛塔 有天龙八部 有华元会上的佛菩萨 有法华会上的佛菩萨 更有廉池海会的佛菩萨 通通都在这里 你看不到 但我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你要相信 我现在很真心的念佛 我相信 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 那时候你的念头呢 就像那个电磁波一样 整个虚空法界 都会放光的 第三个 要观想 自己的心跟佛的心 合而为一体 然后无造作的安住 看一下英文 Visualization on the union of your present mind and the Buddha's mind then meditating on that situation without any non-dual concept naturally Non-dual就是没有对立的意思 一般我们都有对立 有你的 我的 自己的 他的 外面的阿弥陀佛 我现在要往生的心红丝 你都是这样 没错 可是待会儿要教你看这里 先看我的手 就是你观想阿弥陀佛来了 放光在你的头前 放光以后 从头顶像太阳一样 然后进入你的头 进入你的喉咙 到你的心间 阿弥陀佛的心就是你的心 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一刹那之间 你就是阿弥陀佛 变彩虹一般 就安住在那里 就是这个方法 这个叫唯心念佛 当然现在会有一个问题 那我怎么知道 我这样观想的时候 会不会有其他 奇奇怪怪的东西进来 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也问过我的老师 所以我公开要要求 今天待会儿练习不用做 但你回家以后 若要练习 观想念佛 有很多方法 不同时间可以观 有时候呢 在厕所不方便观想 或你很累的时候 你可以迟迷念佛 假如你坐着 你想要练习这段 唯心念佛的时候 我有一个要求 拿念珠 要先念二十一遍 往生神咒 那是大杯酒 对不起 就是我们共修前的 念二十一遍往生咒 为什么呢 它叫拔一切业障根本 得身净土陀罗尼神咒 它会拔除你一切的障碍根本 所以当你念 阿弥陀佛咒的时候 西藏也有往生咒 长的往生咒 中国大乘也有往生咒 当你念往生咒的时候 莲池还会佛菩萨就现前了 它会放光加持你 所以你念二十一遍以后 才开始练习下面这一段 唯心念佛 所以当你在观想 阿弥陀佛画光像太阳 进入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放心 因为佛的功德力 跟念咒的功德力 跟你的自己的虔诚力 智力 法力跟佛力 三个加起来 你不会着魔 魔看到你都已经跑光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力量 佛是比魔还要大的 这样了解吗 这是我唯一的要求 注意听 如果你在家里自己要练习 唯心念佛这一段 请先拜佛三拜 坐着念二十一遍往生咒 然后你就可以练习这一段 这是only one condition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那待会要练习的时候 要怎么做呢 好 我待会会讲 先看幻灯片 唯心念佛 在西藏的探卡里面 就有佛的当中 心会有一尊小的佛像 放光 然后往三百六十度放光 不但佛 我可以告诉你 你心中有佛之外 还有观世音菩萨 还有大师之菩萨 还有莲齿海会的佛菩萨 都在你的心里 你说师父怎么可能呢 我心脏这么小 他们怎么通通包进来呢 这就是华言经的一即一切 一切即是一 你看你一个TV电视一按 全世界的电台不都出现了吗 科技都可以做得到 那何况我们的成佛的心呢 所以不要怀疑 第二个 唯心念佛的时候 是这样子 从心中想出阿弥陀佛 注意听 从心想你放出 五彩的彩虹的光 佛就陷在面前 这是唯心念佛 自信弥陀 你心中也有阿弥陀佛 知道吗 这是一个观想的方法 再看下面 唯心不但可以念 献出阿弥陀佛 也可以献出三十五尊佛 所以一切诸佛 都是从你的心显现的 所以西藏后来三十五佛 参三十五佛 就是八十八佛 参回里面的三十五佛 为了观想 他就把三十五佛 排成像一棵树 这就是藏传 归一定的来由 从佛教美术史的演变来看 再看一张很重要 中国魏晋南北朝的石窟 石窟里出家人 对 冬暖夏凉 坐在那边做什么 他头顶就是十方佛 中间是释迦牟尼佛 这尊 中间释迦牟尼佛 然后每次放光 不是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吗 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都现前 所以他在画在屋顶上 这个是让你做禅观用的 那还有一种 后来到大乘以后是什么呢 一进一个石窟 他有一个拜佛的地方 中间可能是华言三圣 或释迦牟尼佛 有右边 中间跟背后是什么 三千佛 知道吗 过去现在未来 你们过年不是常拜 三千佛颤吗 对不对 那就把它叼在佛墙壁上 然后做你礼拜观想用的 所以可见的心的力量 是真的很大 但是你要常常练习 了解吗 所以你要发愿 我为什么我今天要听经 我为什么要这么精进 就是要为力众生 愿成佛 要以这个心 然后你来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念一声 比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 或是心很散乱的人 或没有观想的人 功德是更大的 所以到最后 你会得到什么结果 极乐世界 莲池海会 愿相逢 花开见佛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这是五台山 对不对 大显通寺里面 花开见佛的大地 它呢 用木头把它雕的 那里面就是做的五方佛 那所以 为什么我会教你 你念佛的时候 你也可以观想自己 坐在莲花上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我们现在回来练习 维心念博 请 背挺直 坐好 先放松 先看自己的念头 我们先看自己的念头 三十秒钟 所有的东西都放下 请也把手机关掉 不要影响别人修行 请你体谅别人 或转为震动 先看自己的念头 三十秒 待会儿我会敲引进 好 好 眼睛睁开 看我这里 现在维心念佛 我用两个方式念 一个是有声音的 一个是没有声音的 有声音的时候听好 这样念观想 观想阿弥陀佛 像太阳一样 两三层都高 它放光加持你 然后边念佛的时候 它就像太阳光 进入你的头顶 喉咙 然后进入心间 然后你整身 就变成彩虹的 然后继续拿念珠 念阿弥陀佛 也出声音 这是第一个方法 然后呢 你就观想 我的心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心 就是我的心 然后呢 等到念完 沙坝完了以后 把念珠放下 手不要动 就安住在那边 你能够做多久 就多久 三秒钟 五秒钟都可以 就是心不照做 好 现在准备你的念珠 然后呢 这是唯心念佛的一个方法 我再讲一次 我敲目鱼 然后你念佛 然后观想阿弥陀佛在你面前 像两三层楼高的这个万丈金身 放光吐着你 然后所有的阿弥陀佛变成金色的光 进入你的头顶 到你的心间 然后一刹那之间 你的身体变成彩虹 从透明一般 你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心 阿弥陀佛的心就是你的心 然后一直念 念到我沙坝的时候 你就把念珠放下 然后就安住在那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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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眼睛张开 大家练习得很好 当你在观想的时候 安住的时候 是不要数念珠的 也不要去抓阿弥陀佛的这个六个字 什么都不用 你就安住在无量光跟无量寿当中 可是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有几个状况出现 注意听 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头晕 或是你看到前面的东西有颜色 或怎么样 都不要管它 注意听 有时候你若心很宁静 修得很好 你也会看到 突然看到自己坐在 很大很大原色的金色的光芒里 很好 那个就是你自信弥陀显现的功效 真正的佛是没有形体的 在凡夫里面修持当中 只是用光而去体会 这个要你了解 就是说不管它出现什么状况 你都不要理它 但是有一个要求 不要闭眼睛 闭眼睛比较容易产生幻境 大概半合开 接下来 维心另外一个念佛 注意会更难 不出声音 拿念珠 嘴巴不准动 心里念阿弥陀佛 因为你们习惯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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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你念得很快 实际上你的手按了 有时候你的嘴巴念 然后按的呢 念一声按一下 念一声按一下 可是有时候 你呢 并不很清楚 所以 对不起 请切换幻灯片 这样他才看得到我手 有时候呢 你嘴巴念一下 你就按一下 念一下 按一下 念一下 按一下 可是有时候 你嘴巴是念很多下 你按了这乱七 所以 唯心念佛的第二个方法 教你是什么呢 嘴巴不能动 心里念 所以你要更专注 不能出声音 心里念 然后念一声佛号 按一下 念一声佛号 按一下 念一声佛号 按一下 然后呢 不要急 你不要急的说 我要念很多 把每一个念头 念得很清楚 我再讲一遍 不可以出声音 心里念 手 按念珠 这是唯心念佛的 一个方法 然后念完以后 待会念到一个时间 我会敲一下 木鱼 这时候连念珠都放下 就安住在那边 无照做的安住 就这样子 了解吗 好 试试看 所以我这次 我不会敲念珠 不会敲木鱼 也不会敲引擎 然后你自己拿念珠 好 先背做直 脖子也做好 你要右手 左手拿念珠都可以 你开始念佛 但是嘴巴不要动 用心里念 你不用去抓 阿弥陀佛这四个字 你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先念三十秒或一分钟 然后我会敲一声木鱼 敲完以后 你点念珠都停 就安住在那里 好 开始 心里念佛 嘴巴不可以动 嘴巴不可以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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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住停 安住在那个念头上 好 眼睛打开 好 各位练习的很好 这样的话你就会知道 念佛念力很重要 不是嘴巴呱呱呱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不对 人在西方 心在家 对不对 你希望想要去西方 你要训练你的念头 因为往生的时候是念头去的 那当然好 所有的三种念佛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做一个简单总结 观想念佛适用于你在 头脑很清楚的时候 或是忘念很多的时候 你可以用观想念佛 可以观外境 也可以观身体坐在莲花 也可以观佛的心间放光 假如你觉得很累了 或是有些场合不方便 你可以迟迷念佛 但是注意听 口念心听 字字色心 假如我们没有练习止观 跟这个观想的话 一般百分之七十的人 灵命中的时候 甚至到八十 身体呢 都是很痛苦的 那时候你要专心 十米念佛 才比较容易去极乐世界 除非你平常 修的止观很好 欲知实至的话 当然你可以继续修 至于这个唯心念佛 就是希望你在固定的空间跟时间 然后呢 先念二十一遍 往生神咒 然后呢 修学的空间 最好把门关起来 不要人家突然开门 砰的一声把你吓到 所以你在一个特定的空间 练习 唯心念佛 不管他看到任何幻境 你都不要理他 一切都是唯心造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回答问题 回答问题 我先回答 跟这个禅观 跟法华经有关的 好不好 刚才我已经回答了好几个 师父请问 西家里有西方三圣 我没有请法师来开光 我每天做早课 还有供养佛菩萨 请问这样家中供养 是不是会有佛呢 答案是会的 因为你想佛的时候 佛就现前了 当然假如在从世俗地的角度 你能够请师父去撒进开光 那是很好 没有的话也可以 第二个 师父请问 一个人头脑中风了 他常常念经不准 而被人家骂 这样是不是要告诉他的家人 不要到他来 不要念经 不要让人造口业 答案是刚好颠倒 你要有慈悲心 他连中风都会想来念经 不要赞叹他 就像法华经里面讲 若人念一部经都有功德 虽然他头脑中风的是他的业 他念不准 你可以叫他念小声一点 可是呢 你不要说这让人家造口业 不是这样想 你反而应该要有慈悲心 包容他 第三个 师父请问怎么分别观想与妄想 妄想是坐在那边乱七八糟想 没有依据 观想是叫做正思维 依照佛经教的 或按照善知识教的 比如我今天教你的 通通都有佛经根据 这叫做观想 简单的讲 依经文去做如理的思维 这个叫观想 若不依经文去如理的思维 这叫打妄想 下面一个 师父我脊椎骨有一点问题 应该修怎么样的禅修 可以 刚才教的那个方法也可以修啊 你脊椎骨有问题没有关系 你可以垫一个东西 只要不要用力就可以 禅修是修你的心 不要因为身体一点的不舒服 就障碍你不修禅修 那请问我可不可以学瑜伽呢 这个要问瑜伽老师 因为有些东西呢 动作你是不可以做的 有些简单的你可以做 师父为什么我会在诵经时 常常的调矩 可是当诵完经以后 法喜充满 因为你在诵经的时候 在消你的业障 那调矩的话 你可以暂停 站起来精行或洗洗脸 或先拜佛 拜一百拜再继续诵经 法喜是因为你诵经 本身就有功德 师父请问法华经 《药王菩萨本诗品》里面说 若有女人闻药王菩萨本诗品 能受持 请问瓷品 我们要学法华菩萨的什么呢 是学她未法忘屈的精神呢 还是有别的法义 这个脸友问得很好 答案是先学她的精神 法华经每一品都很好 你提到药王菩萨本诗品 我多说几句 法华经有两个流通 一般一部经只有一个流通 最后结束的时候就流通什么 对不对 得到什么结果 法华经有两个流通 是在这个二十三品讲药王菩萨本诗品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读药王菩萨本诗品 将来可以往生西方阿弥陀佛国净土 所以这是证明读法华经绝对可以读去极乐世界的 第二个二十八品普贤菩萨劝发品里面说 若有读法华经 将来也可以见到弥勒菩萨千佛受所 可以上身兜赚内院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先学药王菩萨的精神 当你有一天真的登到出地欢喜地菩萨的时候 就可以学像佛一样舍身会虎 或是真正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然后供养你的太太或所有一切 那时候你都不会执着 现在叫你砍一个小手指头 你都会哀哀叫的 所以你要先学他的精神 师傅请问 念多少遍普贤行愿品 要念多久才会找到工作呢 糟糕 我现在变成好像找工作代理的代理商了 其实念任何一部经都可以 不过你要问我 你若读普贤行愿品的话 的确我真心跟你说 华严经不是我的力量 真的是法华会上佛菩萨的力量 华严经呢 显教密教都是要修的 乃至于普贤行愿大法会 念的就是普贤行愿品寄送 念十万遍 那假如你要的话 我觉得你若做工作 请你念一遍 没有做工作 早晚各一念 念多久呢 至少三个月到六个月 不可以中断 生病也要跪着念 把它念完才睡觉 这样你才会有毅力 听好 找工作找不到 其实是很多的因缘果 我觉得新加坡的连友很可爱 每一次来见我 不管是单独见 或是大众问问题 都会说 师父 我要念哪一部经呢 或念哪个佛号呢 我的病才会好呢 好像我是开药方的 各位连友很可爱 听好 当然我推荐任何一个法门都可以 讲华言经也很好 法华经也很好 金刚经也很好 下次我来讲 维摩接经那不是更好吗 其实每一部经都好 听好 任何一部大寸经典都好 你要生欢喜心 不过你这个连友讲到找工作 我要多说几句 找不到工作是全世界的 不是只有你 但是找不到工作 也不是说我只来拜佛菩萨念经 就会找到工作 不一定 有些人这样修三个月到六个月 他真的福报够了 他就找到工作了 有些念了六个月以后 也有来跟我complain的 师父 我念了六个月 怎么都还没有找到工作 那我说你继续念啊 他就这样看着我啊 对不对 他心里好想 那干脆师父你养我吧 我自己都养不活我自己了 这是笑话 所以答案注意听 找工作要有因缘果 注意听 因你可以诵经 普鲜行愿品 求观世音菩萨 求地藏菩萨 因为这两位菩萨的 悲心愿力真的很广 当然你不要跟我抬杠 你当然可以求 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 这不用讲 因为这两个菩萨的 悲心愿力最广 所以你求他的时候 感应力最强 因为他本来就发愿要救度众生的 第二个 你的心啊 这个讲因 第二个你找工作啊 心要柔软 脾气要改啊 你不改脾气 十个工作还是找不掉 不是你换工作 是你换老板啊 对不对 你要柔和 要脾气要改 要懂得跟人家相处 这个才是缘 你不要说观世音菩萨 他不保佑你 你这个地方也要改 还有要不断的学习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心脏又不太好 赶快讲 比如说现在呢 以前是黑白影印机 你就只会copy 对不对 正反面 或是 那现在呢 影印机呢 是很多功能的 要彩色 要放大缩小 还要装订 你都说我不会 那老板一定说fire嘛 因为你根本不学啊 找不到工作 有很多原因 要想一想 你的心有没有调柔 你的脾气要改 我要当老板的话 我也不会把你fire的 很多年有来喔 脾气都是很不好的 你拜观世音菩萨 光拜没有做 可是你脾气没有改啊 已经好的缘给你了 十个老板 你还是换十个 所以你说 你用点没工作 果呢 找到工作 要用心做 不要嘴巴讲 no problem everything will ok everything will be not ok 用心做 做不到 要赶快沟通 要跟老板讲 不要等到 明天要交货的时候 今天才破口大骂跳脚 然后呢 第二天就说 我念了半年的普贤 行愿品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 一个礼拜就被人家fire了 对不对 不是普贤菩萨 观音菩萨不保佑你 而是你自己 没有珍惜 师父我是一个读书人 喜欢佛教以后 每天读书 自从我读完以后 都法喜充满 可是第二天起来呢 一切就忘了 一干 忘了三分之二 是否我读经 有问题或有障碍 答案是 很抱歉 真实的说 你读的法喜充满 是有善根 可是这位怜友 你的确是有障碍 借以你念地藏经 念地藏菩萨 因为地藏菩萨 可以忏除你多生的恶业 叫拔一切业障根本 他可以的 你先念地藏菩萨 若你喜欢极乐净土 那就念地藏菩萨 念完以后 再兼念阿弥陀佛 那地藏菩萨会送 阿弥陀佛会接 所以你还是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师父请问 佛弟子在监狱里面 辅导青少年犯罪 他们的年龄都是16到22 多数以来都来自于破裂的家庭 所以我们以佛法跟他分享来引导他 修正他们的正知正念 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是 他们的嗔恨心很强 的确 虽然我劝他们要忍 不过还是不究竟 请法师慈悲开示 引导我们 又要修什么经念什么法 才能帮助他 你看吧 新加坡连友就是这样 很可爱 他有助 我有在教他们学静坐 很好 年轻人应该学静坐 尤其很多年轻人 第二个也教他吉祥经 岳葬吉祥经很好 我想你这位老师是很好的慈悲老师 第一个你要知道 他们的嗔恨心很重 这是要教的重点 听好很多的小孩 会不会在犯造恶业 遇到恶友 而进入监狱里 其实来自于破碎的家庭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要先学感恩的心 他为什么恨呢 因为他不感恩 我曾经在讲到父母功德很大的时候 也有不良少年跟我说 我的爸爸妈妈根本没功德 我恨不得杀他下地狱 然后我听他苦口婆心讲 他从小被打性侵犯种种 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真的不是人 所以这样的重生你怎么跟他讲呢 你叫他要感恩父母 他是不会的 我觉得应该讲跟他讲 那是你要体谅他 爸爸妈妈养你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所以对于这种称恨心很重的孩子 应该学的什么感恩 还有希望他鼓励他有自信心 伸出他的双手去帮助别人 你看他来人间已经投胎到不好的家 是他的业没错 可是他不会感恩社会 不会感恩人类 所以他从来不相信别人 所以我觉得他最难最难的呢 你不要叫他忍没有用 你讲父母有功德 他也不相信 他说我爸爸妈妈就是都不养我的 都是打我骂我 我想到我就牙很痒 我恨不得一刀捅他们的 你可以知道他内心里有多少的称恨 所以我觉得我曾经说过 我有愿心很想办佛教的育幼院 就是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孩子 来了人间是他的业 不管过去是天上来了或地狱恶鬼出生来 来了人间啊 他的业都是进入破碎的家庭 所以他从小就没有很好的教育 所以他一辈子呢没有人关爱他 所以我下面第三个建议是 这位老师你要有更有观音菩萨的慈悲 真的把他当孩子一样去关爱他 假如这辈子他谁都不相信 他相信你一个人 他起码他知道这个世界还有一个老师关爱我 他就不会去伤害别人 另外我多说几句 我觉得佛教徒除了来前程学佛之外 希望佛堂也应该开 爸爸妈妈怎么教小孩 我觉得很多人真的不太会教小孩 你很前程念观音菩萨阿弥陀佛 虽然你可能觉得说 哎呀师父我读的书不多 他们懂电脑我们不懂电脑 没有关系 他是你的孩子你可以教他做人 做人是学校教不到的 学校只是教考试第一名 你要教他做人 还有做孩子的朋友 其实很多佛教徒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知道在座 我差有三分之一的联友 都跟孩子处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逃避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相处 当然现在的小孩真的很难 所以我鼓励各位的法师大慈大悲 在新加坡除了办了更多佛学班之外 请世间的老师来教 爸爸妈妈怎么教小孩 这个很重要 第二个 孩子怎么跟爸爸妈妈沟通 也很重要 现在的孩子真的像牛头马面一样 真的很难教 我没有否认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将来的出家人 也是从这些牛头马面出来的呀 所以我比你更担心的 知道吗 将来的出家人 比我们更fashion的 更酷的 真的 所以 英皇大师说了一句真话 所有世界会有灾难 是吗 家里不合合 家里不合合里面最大的事 先爸爸妈妈吵架 所以当父母 你要离婚之前 你真的要先想到小孩 你不要小孩 那你才考虑离婚啊 所以你真的 其实父母你是成年人啊 所以我们讲 我们读了这么多经 行菩萨道 从哪里开始修 从你的先生 太太跟小孩开始修 你不要觉得动不动就 拉他来念大悲咒 他才不要大悲咒啦 他要吃面包 你给他馒头 那你为什么不能跟他沟通很好呢 你先跟他做朋友 真的 菩萨要做不请之友 你可以劝他来佛门 但不要强迫他 你越强迫他 他越讨厌佛法 真的 各位联友 我在海印古斯这次讲 善巧方便波罗蜜 真的很重要 你看在座很多年轻人点头了 师父讲对他的内心 因为我是老师 我会鼓励 我会劝他 有很多牛头脑面的小孩 真的很难教 但我先跟他做朋友 起码他会觉得说 哦 我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快乐的师父做朋友 慢慢来 他有他的世界 他有他的读书 他有成家 立业 对不对 你不要强迫他 每天就要念普贤行愿品 他读不下的 你可以求观世音菩萨 等到他长大的时候 好好学习佛法 所以儿童佛学班 或青少年佛学班 是要孩子欢喜在他 不要强迫他 很多小孩也说 哎哟 师父 他跟你有善根了 跟你出家 我说你自己都不剃头了 还叫他出家 出家很苦的咧 是不是 就像你自己不当医生 你为什么呢 要强迫孩子要当医生 所以讲白了什么 还是你的执着 你可以给孩子学佛的缘 让他参加儿童夏令音 佛学夏令音 不要强迫他 不要强迫他 跟你一样跪着念大悲神咒 我给你念一遍 他就跑掉了 因为他不喜欢 你用的方法错了 知道吗 所以我真的很真心说 希望新加坡的佛学 各个寺庙里面 开佛学班 也开父母怎么教小孩 以及孩子怎么跟父母沟通 这是很重要的 可以请法师教 也可以请世间的佛学老师教 如果有姻缘 我将来来新加坡 我也愿意为大家讲世间 怎么用佛法来教小孩 我真的很愿意 因为我觉得 孩子教得很好 听好 将来社会才会有希望 你现在最讨厌的那个人 看不起的人 从法学来讲 一禅题都有佛性 对不起我突然好激动的感觉 一禅题都有佛性 一禅题都有佛性 你现在 对不起 调一下声音好吗 你一禅题都有佛性 你现在最讨厌 最觉得要放弃的 搞不好他将来就是 这个国家的总统啊 你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你说众生无边是愿度 你都骗人的 在你前面的这个 你都不愿意去度吗 是不是呢 好 再回答一个问题 师父我每次念佛号 都没办法集中在一尊佛上 不同的形态像佛像 而反而我会集中观想在 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上能集中 这样安住好吗 答案是 刚开始你觉得很好 可是以后会不好 就像我说过 不要执着佛像是硬的 什么材质 你执着阿弥陀佛大跟小 你将来就会看到阿弥陀佛就会变颜色 会变大变小 那还是另外一种执着 所以建议你不要用这个方法 第二个 如果念咒要跟念佛一样观想吗 念咒的时候刚开始先观想 比如大悲神咒观想 大悲观世音菩萨见前 放光加持你 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都没关系 可是当然观想好以后 你可以念咒的时候不观想 就专注在念咒上 所以这样的话 变成第一个阶段是观想念佛 第二个阶段你注重在念咒的声音上 就变成了迟迷念佛 假如你念一念你心很散乱 你觉得没有办法得力 那你眼睛可以眨一眨 再回来再观一次观世音菩萨 所以这些方法是可以运用的 下面一个问题 我的观想力很差 反而口念自己耳朵听 不做任何观想能集中精神 听好 这就是因为你多生多结 跟你的习庆对抗 华人大称佛弟子就是观想很差 所以我才教你观想念佛 就像你一开始 一定要跟自己对抗 比如说你刚才吃素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胃肠不舒服 然后呢 脸轻轻的身体不舒服 对 因为你的胃肠在调适 所以有些脸有一定有经验 当吃素的两三个月的时候 一定面黄肌瘦 可是你熬过了以后 你身体就会健康 同样的 你观想念佛 你觉得刚开始不好 不要用你原来的方法 那就枉费我花这么多时间教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练习 所以就像吃素一样 你要慢慢慢慢的练习 现在的观想念佛教了三个 观想念佛 痴迷念佛 跟唯心念佛 不是说一下你就是修很好的 就是你生生世世没有这样修 所以你现在要鼓励自己慢慢学 第二个 表示你的心是真的很乱 无法集中 在念的当中呢 你不要观想那个字 那个字会增长你的执着 师父 我的脚很痛 感觉非常痛 十多年来都没断根 请您慈悲为怀 你有什么秘方帮助我吗 或是用神通力帮助我也可以 答案是我没有神通 你的脚啊 应该去看医生 你的脚是过去的杀业 你杀了很多鸡跟鸭 所以你的脚会痛 你可以去看中医 也可以看西医 中医也很好 它可以针灸 你也可以摆观世音菩萨 念二十一遍大杯肉水 大杯皱水会让你身体的 这个癌细胞 或不清静的细胞减少 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有一个人去见十七世高妈爸 也是病痛 癌症非常非常的深 他跪着千里迢迢 从新加坡去 吃了很多苦 千里迢迢见到了高妈爸 法王也非常慈悲 他一跪下来就放声大哭 法王说不要哭不要哭 我怎么样能帮助你 他说法王啊 我也是那十几年的病痛 很苦很苦啊 我缺了所有的药都没有用 我听说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相信你 你可以来帮助我吗 注意听法王怎么回答 他说你的病是你造的 业没灿除 我今天可以加持你 会让你的痛减少 但是你的痛还是在的 我一定可以加持你 我补充一下 大宝法王真的有神通力 我有很多朋友 我鼓励去他见法王 法王指甲一念之后一弹指 真的他病就好 但法王说 这只是暂时减轻你的痛 但是你的业 若没有除的话 你回到新加坡 还是会痛的 你要忏悔 要点灯 要发愿 要念经 要修持 这个才会让你的病完全痛 这是高妈爸回答的 用这个例子 也鼓励这位旅居士 你的痛也是你的业力 我没办法像神通一样 你病就会好 明天我就不用住家了 我会开药店的 全新加坡都来排队了 佛法不是这样 但你也不要难过 不要气馁 知道吗 继续念观世音菩萨 念大悲咒 但是中医跟西医要去看 中医好的佛教徒 针灸对你的脚会很好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有一个脸友很真诚说 师父你礼拜五 讲经的故事有一点出入 带佛去天堂的应该是南陀 而不是阿南陀 阿南 谢谢你 不过这个问题我读过学术 因为他们的翻译都叫做阿南达 所以有的学术认为 阿南跟南陀是同一个人 可是有一些人说不同人 所以仅供参考 第二个说对佛很坏的 那个毒药的应该是提婆达多 不是阿瑟士王 谢谢你 我那天讲太快 应该是阿瑟士王的儿子提婆达多 好 这全部回答完毕 其他的脸友 我知道你又要问什么了 第一个假如你有任何的法宝问题 请你上商业金色的网站 不用透过我 直接email给商业金色网站 他们会华宝跟你流通 网路上也有很多的照片 download 老菩萨们若不会 可以问年轻的菩萨 年轻的菩萨也请你 发慈悲心 多帮帮老菩萨 当你老的时候也会有人帮你 第二个假如你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一定要email给我 请各位翻开讲义 第九十七页 九十一七页是华文的版权页 上面就有我私人的email 请你email给我 我尽量满你的愿 我真希望我能像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不用睡觉 做事极见 听好 你写一个极见 但是也请你有慈悲心email给我 我现在回到台湾 就每天也要上课 供修 要开会 我有很多事情 大概八月底 我又要去印度 所以假如你不是私事 你可以回商业金社的网站 他们会转给我 假如你怕我没收到商业金社有传真机 我会尽量满你的愿 不过请你要有耐性 很多联友虽然很急 但是也请你修制他交换 我不是24小时Buddhist lie 24小时都在接电话的 知道吗 有些联友真的很急 但是我觉得没什么礼貌 我很愿意帮你 所以你要有耐性 给我七天到十天 假如你真的很紧急 你可以再送第二封email 说师父我提醒你 你看到我的信吗 你打英文我也看得懂 华文简体字跟繁体字 我的电脑都可以接 所以希望你大慈大悲 明念法师 现在做法师很辛苦 若你急见当中请你留电话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打字很慢 我宁愿不介意国际电话费 我会亲自打电话给你 你听到了我开始有问题 你可以问我 没有关系 所以我会尽量满你的愿 最后我要真诚的用一分钟 感谢三宝 感谢释迦摩尼佛 感谢法华会上佛菩萨 感谢所有诸佛菩萨 然后我们这个法会才圆满 感谢诸佛菩萨加持我 让我身心没有障碍 所以也要很真诚的感谢 感谢新加坡的佛教联友 甚至更要感谢佛教青年 弘法团的主席 秘书长 弘法部主任 以及全部的义工人员 他们很辛苦了 为了这个场法会 他们请法了很久 半年前我就答应他 所以他们非常的真诚 也动员了很多很多的资源 你看我们也要感谢 这个全部录影的先生 他们的工作人员 对不对 你坐得很舒服 他也是整场都在 所以也要感谢各位 我知道新加坡联友很真诚 工作也很辛苦 所以要感谢的人太多 我们就以一次热烈掌声 感谢大家 最后我想讲的话 就是希望新加坡的联友 加油 加油 再加油 精进 精进 再精进 各位 身在这个国家 是有福报的 你又不是残障人员 你也很有福报 所以多少的苦 你都不要把它放在内心 希望大家早日成佛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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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